大家好,歡迎收看訊網收視會報 港股在8月最後一個交易日表現反覆向上 恆指今早低開後,早段最多曾經跌超過150點 之後跌幅收窄,還可以輕微倒升 但今日全日表現都蠻反覆下 收視可以靠穩升26點,報21,731點 至於成交今日有504億多 至於整個星期計 恆指跌了132點 總結整個8月來講,恆指跌152點 跟著跟大家跟進一下焦點板塊今日的收視表現 多謝的航運股,今日借自由貿易區概念炒上 昨日升近一成的招商局國際,今日繼續有得升 收視可以升近3%至26.2 而且連續兩日成為升幅最大的籃籌 至於其他航運股都可以向上 中海集運可以升超過2% 中海運升超過3% 至於太平洋航運升超過4% 市傳發改委會推出光復補貼新政策 補貼額更加高過市場早前的預期 消息刺激到太陽能股今日可以向上 當中興業太陽能收視可急升超過1% 就是補7.91 至於補貼協欽和漢能太陽能都可以升超過5% 另一方面,煤炭股今天反而要跑輸大股 多謝的煤炭股看到跌幅都要超過1% 當中中國神話方面,更加跌幅第二大的籃籌 跟著和大家跟進一下焦點股份 今日的收市表現 平保中期業績好過市場預期 摩根大通重新,平保是行業首選 將目標價輕微上調至78元 至於平保今日收市可以升近1% 就是補54.35元 至於星期日,內地官方會公佈 8月份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至於下星期一 匯豐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中值也會公佈 大家可以留意 今日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一再和大家見面,拜拜